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湖北多地落起大雪 4月16日哈爾濱剛剛出現了血月異象 看來4月份都可以說是魔幻之月了 下面我們就和大家詳細說一下 剛剛發生的新異象 2022年4月16日傍晚 黑龍江吉林兩個省的部分城市上空 出現了一輪奇異的血紅色太陽 而這麼巧的是 是在2022年4月16日的夜間 這些城市又緊接著 再出現一輪巨大的血紅的詭異月亮 它在天上俯視著眾生 空氣在它傾涉的血光中震鬥 網友紛紛說罕見 感覺就好像有大事要發生了 16日傍晚 哈爾濱、吉林和紹興等地的上空 出現罕見的紅色太陽 詭異的是空中的太陽 有些呈現著紅燕燕的顏色 十分罕見 有些中間仍然是平時看到的亮色 但是周圍就被一圈紅色包圍著 當地的民眾紛紛拍攝了這個奇景 並且上傳到微博 引發了網友的熱議 有網友就條款說 月亮都被變成紅馬了 不過 從中國各地區網友的回歸來看 只是有哈爾濱和吉林等 中國東北部分地區的民眾 才能夠觀賞到這個血月 很多網友都表示 感覺有大事發生 又是血月又是三個太陽 今日血月 每當出現這個天象 都不是什麼好事 血月極陰有妖 反常 血月代表著大事發生 哈爾濱是逃不過的了 還有網友說 4月16日的這一天 哈爾濱中出現了紅色的太陽 可謂日月銅色 紅日血月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 血月是屬於大空之兆 每一次出現都會預視著 飢荒 戰亂 怨岸 瘟疫 甚至在皇朝覆滅和朝代更替 下面我們一齊來回顧一下 歷史上出現的這些血月事件 1949至1950年這兩年間 每隔六個月就會出現一次血泉食 這是五百年來罕見的連環四血月 1949年10月6日出現血月 就在這時候 中國社會也發生了巨變 蘇聯扶植的中共 蝕距了中國 血洗神州大陸 從此中國大陸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 中國人失去了神傳文化 生命受到了無神論的游論至今 1899年6月23日出現血月 當年發生了異和團騷亂事件 四處消殺搶掠 無惡不作 導致第二年的庚子之亂 1900年5月15日 二和團攻打佔領了天津造界 燒教堂殺死洋人士兵 當晚夜空出現了血月景象 這日不是血泉食之日 但是就也發生了血月現象 這日對清朝的敗望來說 是一個要命的轉裂點 二和團受讓排外的亂舉 照來了八國聯軍侵犯中國 八月十四日攻入北京城 第二日慈禧和江水帝 狼狽套離了北京城避難 從而典現了清朝覆望的渡火線 清朝一敗塗地 力盡剝奪和國齒 終於走向了亡朝 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血月記載 永泰元年即是西元498年 是南齊明帝在位的最後一年 這年4月出現了血月 三日後大司馬王敬執舉兵作亂 時後五個月內齊明帝崩 一年後南齊東婚后 永遠元年8月出現血月 舉兵的齒安王 逍遙光被駐 不過兩年後 502年 東婚后也在另一次兵變中被殺死了 南齊的歷史也告終 1644年4月24日的血月現象 和明朝崇禎皇帝有關 眾多的歷史典籍都記載了這次事件 在血月的照耀底下 闖王李志成率軍攻破北京 崇禎皇帝朱有檢在太監 王成恩的陪伴底下 吊死在梅山上的一棵歪撥紫樹上 結束了自己辛勞 而無奈的一生 明朝滅亡 2008年民村大地震前夕 四川地區 曾經連續幾天都出現了 橙紅色的血月現象 2003年5月16日 月全食 血月出現的時候 廣東也正在爆發沙士大瘟疫 疫情的軟發疫地 就是廣東省順德市 至2003年9月期間 疫情散布到29個國家和地區 在中國歷代的史書中 將血月列入為月變的一種 月變色將由載漾變為赤色的時候 是由下而起的奪位增戰兵禍 和大漢飢荒的徵兆 西漢的易學大師經訪 他的周易妖占說 月弱變色將由載漾 情為姬而憂 赤為增與兵 黃為德與喜 白為漢與喪 黑為水 人病且死 紅色月亮是至陰至寒至上 笑視人間靜氣弱 邪氣旺 將會導致風雲劇變 山河悲鳴 天下動盪 火光四起 唐月字尖的月尖 也說月變色將由載漾變為赤色時 是舉兵爭戰的徵兆 對照上述的亂世末代的事件 得到了驗證 後漢書五行六指出 視天不謹 則日月赤 就講人間對天神失敬 做人違反天道 也會出現日蝕月蝕 產生日月變赤的異象 歷史上出現的血月異象 實質都是上天對末世的警告徵兆 我們將之對照當今社會 其間的相似度實在令人驚惡 今日的亂象有過之而無不及更令人敬戰 中共自涉政七十多年以來 為中國人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災難 中共惡黨依靠暴力革命 採用高壓恐怖和欺騙的統治手段 不斷地搞運動 對惡黨劃定的所謂階級敵人 以及所有持意見的人士 有信仰的人 通通遭遇到殘酷的鎮壓 甚至殺戮 中共的邪惡本質 決定了它所做的一切 都是危害人類的 中共宣揚無神論 否定善惡有報的天理 宣揚鬥爭哲學 與天鬥 與地鬥 與人鬥 反天反地反人類 摘碎了道德體系 令中國人喪失了傳統的互助互敬 禮養謙和的善良本性 變得極端自私 無惡不作 為但目的不擇手段 而一切罪惡的源頭就是中共 你看下中共的貪官 個個邀錢萬貫 買豪宅開豪車 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 中國的底層 就被中共惡黨壓榨得幾乎一貧如洗 真正變成了惡黨體制下的奴隸 中共惡黨 教官相勾結 權貴階層乘機侵吞國家資產 大量的國有資產 變相地成為了中共權貴和負商的家族產業 由百分之二的權貴階層和負商 略奪了百分之九十的中國財富 貧富差距 委居世界之序 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家 這一點還被抓捕的高官 據貪的家中 手出的億萬現金就可以見得中共的腐敗 已經到達了不可回旋的地步 這樣一個腐敗 魔鬼黨又怎會不滅亡呢 如今更是各種災難 偏及中國大陸的每一個角落 上天也一直在不斷降下異象去警示著人類 天災是對作惡者的報應 人不治天治 各種災難和異象的出現 同時也在告誡人類 中共的氣數已盡 不要再看它貓恥強大 其實已經病入高坊 它已經挽救不了自己行將滅亡的命運 好了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見 我們下次節目見